SoftNet公司是成立于1998年的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咨询企业 以微软产品群设计为开端 为企业提供维持计算机系统可用性和最佳性能咨询和技术支援服务 另外作为企业事业的多元化 2005年新建了医疗保健事务所 建立并运行以个人健康记录为基础的健康管理平台 NPHR参与多种政府课题的同时 拓产服务行业 培养成为医疗保健服务专门企业 在病状严重之前 去预防和管理健康 是比任何的手术和药物治疗都更加重要的 另外在健康管理平台 INHER还为用户专门提供 推荐患者护理医疗团队 因PHR个人健康制定平台是韩国国内唯一一个与医院联网的去了解个人健康记录综合管理的一个平台 PHR是Personal Health Record 即个人健康记录的缩写 是通过分散在医疗系统的诊疗信息 或者通过可穿戴的医疗器械反应的活动数据量 来自己测定自己阅读管理健康记录的系统 通过AI的算法收集数据来提供给用户监管自己的健康 因PHR平台具体是由三个设施组成 第一个是个人健康管理服务 慢性疾病管理服务 医疗人员患者管理系统 一个人健康管理服务 患者可以在NPHR平台上通过多种服务 收集自己的健康个人信息来管理自己的个人健康 第二 以个人用户信息为基础的 可以为个人提供定制式的医疗保健服务 三 可以通过自己关心的健康新闻信息 提供量身定做的健康新闻信息 第二个服务 慢性疾病管理服务 关于慢性疾病管理服务 可以在癌症、肠炎、情绪不稳定等慢性疾病 在严重之前通过数据的收集来进行自己的预防和一个调节 第三 医护人员管理系统 患者可以通过NPHR平台中积累的患者数据 为患者提供量身定制的医护人员管理团队的一个推荐 我们SoftNet公司在新冠的严重期间也是为与政府合作提供了良好的一个服务 智能监控系统不仅能一目了然的将隔离房间300多名患者的状态 时事向医护人员提供资料 也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医护人员在寻防时会消耗他们的体力 也会增加他们的感染可能性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通过AI数据收集 让他们时事了解患者的情况 于是能够帮助到患者 也可以帮助到医疗人员 我们的软件无常向生活治疗中心提供该服务 对医疗人员的健康和医疗弱势群体的健康管理做出了贡献 去年被科学技术部认定为四月DNA优秀案例企业 我们参与多种政府课题 逐渐拓产医疗保健服务领域 以去年的新冠生活治疗中心为例 提供智能监控系统基础为经验 目前作为一个传染病隔离项目的一环 正在参与自我隔离和隔离治疗的设施系统开发 结合PHR个人健康记录的一个大数据 AI等ICT技术 医疗保健领域将带来 现代医疗环境不同层次的未来医疗革新和保健产业的一个发展 SoftNet将继续开发和发展以PHR为基础的生存模块 构建一个以患者为中心的综合治疗系统 综合医疗信息平台 努力作为一个综合的医疗保健服务的专门企业 为保健产品 保健产业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以上就是我们SoftNet现在准备的三个服务 以及我们将未来面临的一个挑战和努力 通过努力将会为医疗保健服务专门企业 以及这样一个国际的市场提供更加优质和专业的保健产品发展服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